顾先生是一位公司高管 经常出差在外 今天他刚刚结束了一个星期的旅程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 收拾完东西休息片刻后 他想要弃一杯咖啡盒 于是走进厨房准备烧点水 可没有想到的是水龙头打开后 才滴了几滴水就没水了 这让刚出差回到家里的顾先生 有些情绪烦躁 看到没有水 我在想是不是没有交水费 欠费了 想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欠水费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他立马穿上衣服 拿起水卡 急匆匆的跑去物业买水 但是当物业人员接过水卡 正要输入买水金额时 却发现卡上还有足够的余额 也就是说顾先生家没有欠水费 可是没欠水费 家里的水怎么停了呢 厨房里的水管流不出水 这可是亲眼所见的事实啊 会不会是楼房顶上的水箱出了问题 物业人员表示 这不可能 因为如果水箱出问题 那么整栋楼房都没有水 不会单单只是顾先生家里的厨房没有水 而且物业人员说 小区最近并没有对楼顶的水箱进行清洗 同时这几天也没有听说过水家出现同样的状况 所以因为水箱导致顾先生家停水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既没有窃水费 屋顶的水箱也没有问题 很简然 家里的水阀也没有坏 那么 家里厨房的水龙头 为什么流不出水了呢 顾先生越想越奇怪 从物业出来后 他拨通了同住一个小区的同事的电话 喂 喂老板 你们家里有没有水啊 我们家没水了 你帮我看一下 你们家里有没有水 好的 你车等一下 我这里有水了呀 我们家有水了 我知道了 郁闷的顾先生 边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边低头走进厕所 解决内急后 他随手按下马桶的冲水键 咦 怪了 厕所的马桶有水 再打开洗脸盆的水龙头 也有水放出 再打开洗澡用的脸膨头 也有水流出 这下 顾先生更疑惑了 家里怎么会厨房没有水呢 而卫生间却有水 这真是有点蹊跷 就在顾先生忙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闪过 莫非是家里厨房的水表坏了 我越想越觉得是不是厨房的水表坏了 因为我们家是老小区 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是不是真的那个水表坏掉了 越想越觉得是这个原因的顾先生 没有办法 只好又穿上衣服来到瘟疫 可是物业工作人员也解释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只能让水工师傅先去顾先生家里看看 检查一下 水工师傅来到顾先生家后 先是对他们家厨房的水表进行检查 奇怪的是 水表完全正常 一点问题没有 于是他们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水管上 可是一番折腾后 他们发现水管也都是好的 既没有漏水 也没有被堵上 到底是谁把顾先生家厨房的水给断了呢 就在大家都纳闷的时候 一阵滴滴声引起了顾先生的注意 这是从他们家的浸水器里传出来的声音 突然听到这个声音 把我吓了一跳 我和那个水工师傅商量了一下 是不是问题出在浸水器上面呢 浸水器真的会关掉厨房里的水吗 顾先生和水工师傅 为什么会怀疑是浸水器呢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该查的地方都查了 现在就只剩这个浸水器这块地儿 没有做检查 先查查再说吧 果然 经过水工师傅的仔细检查 他们发现原来真的是浸水器出了问题 它就是导致厨房无水的真凶 厨房没水的原因找到了 可是顾先生纳闷了 这个浸水器一直用的都是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神奇地让厨房停水了呢 难道是浸水器出了什么大故障 着急的顾先生赶紧给浸水器维修客服打了电话 没想到电话的另一头却告诉他 浸水器并没有出现故障 而是自己自动断水了 什么 浸水器还能自己断水 这太令人费解了 浸水器里面装有芯片 浸水器 包括滤芯的状况 包括运行的状况 都会自动地传送到云端 如果发生什么故障 那么它会自动地报警 甚至于停水 原来浸水器会根据滤芯的使用情况 来提示用户及时更换 否则它就会自动断水 以保障水质的质量 顾先生家里传出的风鸣声 也就是浸水器提醒的声音 不过因为顾先生一直出差在外 所以等到他回家的时候 浸水器已经自动断水了 才会出现厨房停水的乌龙事件 购买精髓器后 一个方面要找专人来安装 另一方面要经常进行保养和维护 更重要的是要即时更换律器 按说明书和上面有关要求的更换律器 如果不即时更换律器的话 就会造成水质的凹刺污染 使出水的细菌和亚硝酸盐超标 达不到饮水安全和健康的作用和效果 终于弄清楚了家里停水的原因 第二天维修客服人员就来到顾先生家 帮他把家里的滤芯全给换了 顾先生家又喝上了安全放心的水 那如何能让家庭用水更干净一点呢 也许有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安装一台浸水器 可是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 功能不全的浸水器 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家庭使用的呢 购买净水器一个要根据你当地的水质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要根据家庭需求 人员多少 第三个要根据你经济情况 第四个就是你要根据你家里的安装净水器的位置 这也就是说净水器的选择还是需要因地事宜 比如北方地区水中的钙煤离子含量较高 容易结构 就更适合选择带离子交换树枝滤芯的过滤净水器 而对水中含滤味道较重的地区 可选购活性碳较多的净水器 对于污染严重 需要直接引用的家庭和选购反渗透 不过不管您最后选择的是哪种净水器 都需要定期及时的更换滤芯